炮火攻擊 震懾敵軍 不只加薩淪為戰場 以北邊境 以色列同樣不得鬆懈 CNN記者跟著前線士兵 一路來到以離邊境 整片土地充滿敵意 所有士兵全都不想露臉 刻意對真主黨隱瞞身分 我們準備好了 如果他們選擇來 他們會做出一大錯 比邦的民兵在邊境接受過訓練 擁有龐大武力 然而以色列不具威脅 你相信這裡會有另一個派對嗎 還是你還希望 伊斯堡拉會離開這個派對嗎 我希望會有另一個派對 我們必須破壞希斯堡拉 你希望會有另一個派對 你願意這個派對嗎 對 為什麼 哈馬斯在加州做的 它從不來 它從希斯堡拉 它從伊朗 它從伊朗 我們以為我們 解決哈馬斯的事件 我們也要解決他們 以色列誓言對戰所有敵對勢力 持續在邊境鎮守兵力 過去幾天 雙方多次擦槍走火 一旦衝突加劇 空將淪為第二戰場 然而大戰在即 以色列對加薩的作戰 依舊尚未全面發動地面戰 除了天氣考量 還有兵力折損等作戰評估 就怕意識衝動大打出手 引爆世界混亂 在新聞 黃澄雲報導 正確實在 措斷 S 雙方多次 感谢观看